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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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 我们是麦露人 很久都没跟一灯在空气之中见面 空气之中交往是吗? 神交这些叫做 我神交而已 大家好我是一灯的回来了 回来了朝云回来了 上一集有人说黄老邪回来了回来了 我也很久没出现 终于这次梁雄又再相遇了 我们的神交就好像普京和习惠尼 神交了很久了 说了这些我们刚刚澳洲就经历了 一个可以被誉为变天的大选 那怎么变天的大选呢? 这个大选的结果 其实是不是你的预期呢? 一灯 如果跟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来看 其实是很明显是会转账的 嗯 很久了 其实在这个武肺瘟疫的中段开始 那个黄金交叉 如果在我左交的角度看就是 如果在自由党的角度看就是 这个叫死亡交叉 那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是一个很正常的 正所谓预期之中的事 嗯 其实是什么的触法 怎么让他们突然之间这么差呢? 我想如果从事序的角度看 就应该是处理疫情 就是很多人对于自由党的不满 就是例如听到最多的就是疫苗 其实我不觉得它慢的 其实都差不多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很 怎么说 基本上没有疫情 也不需要关闭 也不需要关闭 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有其他地方 譬如你说有疫苗的 你给了英国、欧洲那边先 那边就来闲闲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是一个 就是一个转捩点 你觉得呢? 其实 老实说这些这么大剂的事发生 谁做都死的 谁在位就谁死的 如果是反过来的 一样是工党死的 哦 是的我同意 这点 谁会做得好呢? 谁会做 应该说 谁会做得好到可以 人人都赚 没有 我觉得没有 谁做都死 所以刚刚那期是 是自由党做 所以就是自由党死咯 那些人觉得 你都废的 那就转转了 那么 那么 还有我觉得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 那些 会有很多人觉得 是他和 这个 啊 中共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啊 又搞到有什么制裁啊 又抵制啊 一会儿又说 不买你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啊 那变了会 有很多的 选民都担心 因为其实 你 挑起这个 两国之间的仇恨 那当然不好啦 对不对? 那 还有有很多东西都是 最糟的就是 澳洲有很多经济上的东西 都是 找这个中国的 原材料啊 的来源啊 那你一搞一搞 那什么都跪了 那你变了 搞到那些东西跪了 就就是搞到他民生 搞到他民生 就是犹豫杀他父母 那你怎么可以 不弄走他呢? 我就是觉得这样 这个我又觉得 如果从 又是那句 从这个 选前的民调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就不成立的 因为 其实我们都说过 不知道说过一次的 就是澳洲人 其实我问一下你 你觉得澳洲人 最担心的 最concern的 其实是什么? 澳洲人最担心啊? 最concern的 就是在一些民意调查里面 就是反映出来的 就是对澳洲本身 对内啊 还是对外呢? 对世界总之很害怕的 什么 对世界很害怕? 我想吵得很厉害的 都是这个 温室啊 那些 气候变化那些 对啊 这个是很 很持续性地 高企 还要越来越高的 一个澳洲人 最担心的议题 嗯 这个好像真的 无论我们 不同意都好 一件事 但是这个事实 那个民意 那个誓意就是在那里 那相信这个自由党在去完那个 那个 格拉斯哥那个 就是气候峰会之后 回来 它不肯去commit 好像是2030 要达到某一个指标 就是那个格拉斯哥那个峰会所提出的 那个建议 那里呢 其实是令到 就是怎么说 令到自由党在这个澳洲 这个阻交国里面呢 其实失了很多分 这个反而是最大的问题 嗯 我不知道你说不说 就是 比如我自己有些朋友呢 是香港人 就是香港的 就是香港人 在澳洲 那都是公民 那都是黄丝 那他们都不是投给自由党的 嗯 那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有其他的 就是 或者有其他 他们觉得更加重要的东西 是例如就是 例如气候变化 那些东西 嗯 我是有朋友投给Greensteam的 嗯 所以 所以那个 我就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原因 那当然了 你说那些少彬雄他怎么想 就由他怎么想 就是是吗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在自己的抱那里 那就由你了 是吗 是吗 就是你死不死 是吗 这次这个 那么大的转变 你觉得 会 就是 如果澳洲人说 那么 那么 concern 这个 气候的问题 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他们 觉得 如果现在好了 转了个 转了个 啊 现在是阿笨 阿笨上阵了 我改的 这个 我不知道中文译什么 但是 Albanese最好改的 就是阿笨你死 或者阿笨你西 都可以的 阿笨你死 西就 西就粗了些 死好些 OK 不是我才说 总之叫阿笨 两个都是阿笨 阿笨上阵 那又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对这个气候 如果他们这么concern 为了这个主要的原因 去弄走了 自由党 那现在阿笨上阵 可以怎样 所以呢 其实这个角度 我觉得是两个角度看的 就是第一就是说 工党的 就是据我理解了 如果不适合 你correct 就是工党得到的 primary votes 其实都是跌了的 嗯 就是 代表呢 其实是 整体来说 其实也是另一个 就是观察就是说 选民其实对于两党的信任 或者支持 其实都是跌了的 只不过 都是错 只不过那边的糟糕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 那他们其实 你糟糕啊 你糟糕啊 那呢 就 反而是 就是他们期望 有多些其他的声音 去逼 那个 就是 就是执政党呢 或者政府呢 是去 就是作出多些的 就是 比如在那种环保啊 或者 成立这个联邦的ICAC啊 等等的事情 就是去做多些 那 那这个是一个角度 我觉得 那这个角度 当然就是阿笨哥 阿笨哥 那他去那个四国峰会 就是 那个印度 美国 日本 这个澳洲的这个 那个 郑市峰会的时候 那个联盟的时候 里面都说 又讲自己 λ�八 tener 这个是国家安全的事情 很厉害的 很担心的 又說夾了他們 在那個statement那裡 加了一些東西進去 那他就在那裡繼續表演 他就開始表演這些 但是他們實質上會做些什麼呢? 那都是要再看 是不是? 你剛才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這次其實很多人都不是說選兩個大黨的 不是說自由黨還是工黨 有很多是選獨立或者是那些小黨的 好像新聞聽到說有三分之一的選票 是給那些獨立候選人 或者是那些小的黨派 那些 minor的黨派 不是說選兩個大 那你可以反映到 其實兩個大的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多人去支持 他們其實都是可能要靠很多利益的關係 跟其他黨談判 如果到時候我說這個 你不舉手贊成你就死吧 這些 周不遲都有的了 現在 到現在我們錄音這一刻 來到看 這個工黨都還沒拿到76 嗯 就是還沒確認 在AEC的網站那裡看 是嗎? 昨天看已經75了 他這樣說 他那裡寫著74 就是叫做 就說你project那個數 和confirm那個數也不一樣的 但是就算你說你project75 他也是不行的 是嗎? 其實都是不是說 比想像中是沒有那麼受歡迎的 那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都反映到澳洲選民的心態 對兩個黨都沒有什麼信心 他們寧願投一些小的 就希望一些小的影響過大的 那你想一下這樣就死了 不過都算好的了 叫做有得投 好過香港那些所謂的投票 是 還有另一個 都是跟剛才說的 會相對地 吻合的一個看法就是 這次就算是去一些獨立 或者一些小黨都好 那些比較上 近極右的候選人 其實那些票去不了那邊的 其實去了Far Left的 多過去Far Right那邊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Pauline Hanson行不行嗎? 好像都是慢慢緊這樣 我這邊 我這邊 我就是你這邊 就是維多利亞 麥爾本這邊 我們有一個one nation的 都很撐向我叫George Christensen 都好像都輸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誤解了這個one nation 是很排華 或者歧視亞洲 其實我一向都不覺得是 我一向都不覺得是 我只是覺得它是維護澳洲的主權 他是偏黨手 我覺得誰錯的就插誰 或者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就是剛才說的 也都是說 跟那個 說那些人很緊張 這個climate change 是有左轉這個情況 是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回去再談吧 Truly有機萬活市集 是一間生活百貨實體點 我們位於萬感市中心 我們代理的產品 都是對於用家 社會大自然有益處的 這些都是我們經過自己親自試過 才介紹給大家的 Truly Healthy已經搬了新屋了 我們現在就在 萬感廣場Unit 32 闊落了 適合你的東西更多 不停繼續為你健康加油 還有 Missasaga物市1675 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 知不知道哪裏有車身維修 或是噴油服務 其實我們Technic Motors 不只是製造車 胎花碰撞、車身維修、噴油 我們也做了 咦? 那真的找你們 就可以完成了? 當然 另外近來 又多了很多香港朋友 過了來 當中 我知道有些可能還在新手車 有些關於車的保養 他們可能都未必知道 例如如何進入玻璃水 或者見到一些維修燈 開啟的時候 可能都不知怎樣算好 其實大家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經過店舖 找我們聊聊都可以 Technic Motors 我們一站式汽車維修專門店 位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現在換胎做著一個春天回贈計劃 最高可以回贈150元 準備幫車換回四季胎的你 立刻打去416-709-8651 就知道了 剛才一燈你提到 一個國家黨 One Nation 有一個議員在那裡 都是很支持這些香港人的 是嗎? 是啊 其實支持香港人的是 Cross Parties的 這個看回澳港聯他們選舉之前出了的一個List 在Facebook那裡 是啊 很多人都是 其實是五光十色的 沒錯 一個國家黨剛剛彈起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Pauline Hanson都是很歧視的 但是你看久一點 可能人就老了 成熟了 又懶惰見多了一些東西 又認識多了一些東西 就覺得他又不是 之前 早幾年 兩年前 我都好像見過 在他的黨裡面 其實是有亞洲人做事的 嗯 有亞洲的職員 甚至乎是議員 或者幫他的助手 有什麼都好 我是見過的 如果你說他真的 這麼排華的 你會不會見 你會不會見 美國那些3K黨 會請個黑人 對吧? 會有些黑人的Member 沒有的嘛 那如果你說到他是 那麼 他是等於這個 澳洲的 澳洲的Softy Version的3K 那他又不是 其實他又不是 那麼極端的 他都會 他其實 他主要都是想 維護本土的利益 而已 沒有錯的 對吧? 你會不會覺得 受到他的威脅呢? 或者這麼說 我想 我們不如說 比如黃老邪 你是在 看到這個可以叫做 就是澳洲裏面其中最右派的 的一幫政客 那麼你在這個角度看 你都不覺得他們 是很排華 或者很歧視 這樣 那麼你抓回來 中間一些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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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這個選舉之前 或者選舉前後 其實都有很多人說 這個華人的票 就在自由黨那裡流失 因為就怕這個 當時的 就是前的這個自由黨 就是聯盟的政府 那麼他們對華強硬的態度 會影響到他們 可能他們被歧視多了 等等 那麼我們拉回來中間這裡看 既然最右那個 你都不覺得是 那麼中間那個 其實你都覺得 根本就是這些廢話來的呢? 可以這麼說的 那麼具體一點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怎麼影響到呢? 這個我覺得 就是整件事情 最詭異的地方 就是他們就說 整天說有人歧視 被人歧視多了 但是我看不到這些報導 說怎麼多了 就是做些什麼行動 沒有啦 你不見日日 有報紙說 亞洲人 不要說中國人 亞洲人 當街被人打 那些沒有的 我身邊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朋友 有遇過這些事情 甚至乎 就是因為這個大選前後 華人被人當街辱罵的情況 我都沒有見過 可以說 反而以前有 多久之前呢? 多久之前呢? 你說我 就是 看到這些壞人被人辱罵? 是啊 很久了 有沒有30年? 20多年左右 我親身試過被人 這樣 哦 OK 很詭異的 我那時候還坐火車 坐火車 有個媽媽和小孩 那個小孩當然很可愛 看過來 我就跟他握手 啊 他用粗口罵我 哈哈 他罵你什麼? 我都知道我樣子很壞 但是我都想不到 會被小孩用粗口罵 他是種族歧視的粗口罵 哦 就是針對性 種族針對性的來罵 OK 那時候的奧中關係 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記得了 那麼久 但是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說 差得過 現在咯 你又好像小學雞 那樣 我不讓你賣東西 我又不拿你的東西 那樣 這些是很小學雞的動作咯 那時候都沒有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小孩會這樣呢? 一定是老爸老母教啦 難道我教嗎? 那時候已經有這樣的種族歧視 反而現在沒有 你說那些華人說 受到 因為這個奧中關係的緊張啊 令到他們都很大威脅 覺得受拖累啊 拖什麼累呢? 你有過什麼具體的 負面對你的生活 甚至乎你的心靈有影響呢? 我不覺得啊 我見都沒見過 你說現在在街上 給華人 給其他種族的人說 因為種族問題說 或者這樣說 或者被其他人針對著說 我又沒有見過的 但是你說華人 華人在街上 這樣辱賣一些鬼佬 我就見過了 當然有啦 當全宇宙每一部分都會去的嘛 剛剛在宋輪在西德尼那個 我不記得什麼區了 Juil Pablo 他就給華人說 那些可能是香港的藍絲來的 講廣東話的那些傢伙 是啊 那裡我不記得是什麼區 但是總之是華人區 跟著他把牌插了 那他把牌插了 是用中文寫的 他寫的都是 當然都是粗口啦 那他這個舉動 是不是對呢 在公眾場所用粗口 當然是不對的 這很明顯的了 無論你想罵小粉紅也好 怎樣也好 想罵共匪也好 什麼也好 在公眾場所用到粗口 無論寫或者說都是不應該的 但是 但是 我也不同意這一點的了 你舉著牌F Putin 這裡會不會被人說 是不是 你說F Scott Morrison 會不會被人說 都不會的 你F 阿寶 剛才叫他做 都沒有人會說你 阿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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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會說 喂好東西 我對呀 我同意 啊 就是你這樣看 因為公眾場所 還要是日光日白 有小朋友經過 這些事情就 不是那麼好 但是那些人 你是那些保守右派 不是 我也是 愛護小朋友而已 好 不想教壞下一代而已 好 我也不想 那些小朋友 唐人那些三四歲 指著那些鬼佬來 罵髒口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那麼好 但是那些人的反應 搶牌子 丟到地上 丟 這些 這些這樣的襲擊的行為 這些簡直是刑事的行為 也是很激烈 我覺得 但是這個其實可以 扭上來解釋到一些事情 就是 我們會很疑惑的一點 就是說 那你們怎麼被人歧視呢 怎麼受到拖累 是啊 我想知道 但是如果 我們 因為華人 就是中國人 包括一些在其他國家的華人 華僑 他們叫自己 或者華人 他們的心態 或者他們的世界觀 跟他們不同 他們的世界觀 就是其中一點 就是包括 是一個家族 連著連著連著 家跟著族 跟著你那個中 什麼什麼什麼 去到你的國家 全部都是自己人 OK 就是說 很簡單 比如你罵一個人的父親 就等於罵他 罵他的兒子 又等於罵他 罵他旁邊的村 不是 他村長 又等於罵他 罵他村長的狗 又等於罵他 OK 村長的狗是村長的嘛 是的 就是等於罵村長 就是等於罵他 是的 那你罵習近平呢 就等於罵中國共產黨 就等於罵中國 等於罵中國人 就等於罵他 等於罵地球 等於罵宇宙 不是 不是 他們有分愛的 不是 不是華人那些 就不算的 非我族類 那些 是的 非我族類 罵我族類 任何一點 都等於罵他 所以他就覺得被人侮辱了 有一樣東西 當然 剛剛叫Easewood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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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這樣的 心態呢 你說其實不是在那裡住 你又真的不太知道 你好像 好像我在香港有些人就說 收到消息 又說 那些澳洲人 痴 痴 痴得多 現在呢 搞到那個關係這樣 又令到那些 令到那些 中國人就 被澳洲人神僧鬼厭 你在澳洲 都小心點 出街 不要亂說話 不是人家 就會 連你都會打麻煩 我跟他說 澳洲人 大部分 我見過的都很有智慧 他從你的行為 已經知道你是不是大陸來的 如果他要打 就必定是打大陸那些 就不會搞我的 因為我不是大陸 然後他說 你應該 你應該 穿衣服 都穿一些 I am from Hong Kong 那些諸如此類 我說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有很多件 我這麼得知 這個就是他們的誤解 就是以為他們聽完 聽完 其實他們聽了那些 fake news 才是挑起仇恨 經常說我這些是fake news 挑起我自己 對中國的仇恨 簡直是 笨蛋 我剛剛想說粗口 這個其實又是 反過來又可以解釋得到 剛才所說的 其中一個解釋 就是說 跟香港男子一樣 他們是傳的 在WhatsApp上傳的 經常都說 我有哪個三叔 那個兒子 又說這樣 他不會騙我的 一定是這樣的 傳來講到好像真的 就算不真的 都說過真的 你說在澳洲被人歧視 多了歧視 就傳了傳了 傳了好像真的 現在根本是 歧視的情況 是少之又少的 我剛剛來 三十多年前來的時候 的歧視不是更多嗎? 還有其實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很沒有共識的問題 就是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 你看看澳洲 多少新移民才可以的 這幾十年 還要越來越多 這個所謂 亞洲的新移民 我之前有一集 跟Jane做的一集 有說 就是越來越多 這個亞洲的新移民 就是他來工作也好 讀書也好 什麼都好 好啊 不要聽 就是我不知道你認識多少 我就真的不認識很多個 是超過三代 在澳洲的澳洲白人 嗯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 就是我認識的 人家全部都是新移民來的 其實是 一是第二代 一是第三代 我出去到街上走 你去City你看一下 嗯 是啊 沒錯 這分鐘十個 都沒有兩個 是真的三代 說澳洲這樣傳下來的那些 唉 真的很惡懼 很惡懼 好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在疫情期間 每一道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很厲害 買了一份禮物給我 挺有趣的 又有個圈 又有個歐 開門又可以 入升降機的時候 按鈕又可以 去到升降機裡面 再按鈕都可以 嘩 那我的手 不會有菌咯 嗯 fairly good Clean key已經上架了 來我們香港台網站選購 好了 好了 黃老前我們剛剛說到 就是說 就是 那些華人 有一部分 不是全部都壞 我是認識很多好的 清醒的 中國來的人 都有的 嗯 當然有啦 撐香港人的 都不少的 是 我以前的鄰居就是 北京人 嗯 有沒有請你北京屯鴨 沒有 但是他對這個 中共的執政手法 都是頗有意見的 是 那這個 其實老實說 你移民得過來這裏 喜歡這裏 就證明你不喜歡原居地了 當然聯居地有某樣東西 令到你想離開 不要說喜歡不喜歡了 喜歡不喜歡已經是另一個層次了 你是有東西對那裏不喜歡 你不會說 我很喜歡那裏 但是我走 不會的嘛 嗯 你明白嗎 你當然有些東西不喜歡 或者他 我都很愛那裏 但是我迫不得已一定要走 因為某些因素 一定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所以那些小粉紅我覺得是很笨的 不斷在那裏高聲立喊 說我愛祖國 那你死回去吧 混蛋 你在這裏做什麼呢 是說不通的 離得開的 一定是對那裏有意見的 不是的 他們整個看法是不同的 不是這樣 就是他們有另一套邏輯 就是我們這些低級人 是想不明白他們的高等 高等智慧想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高等低級 總之是平衡宇宙 就是他們在他們的世界 我們是不覺得的 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西方人 我們有一支的文化根拳 就是華夏文化 但是我們其實整個 就是那個人的 譬如你上一集說融入這樣 跟187 其實香港人融入是很容易的 因為這些事情是很合理的 其實就是你一解釋我已經明白了 我一解釋你就明白了 就是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那個規矩是怎樣 但是呢 就是說 但是有一部分的華人 他們看這個世界跟我們不同的 就是他們永遠都是在看中國 是一個帝國 這個西方世界是另一個帝國 OK 就是無論你 只不過現在的帝國領導 就是美國的意思而已 那你澳洲人是不是沒有欺負 譬如你八國聯軍好像沒有澳洲人 好像沒有 沒有沒有澳洲人 沒有啊 那為什麼又會覺得 澳洲人會欺負你呢 嗯 是吧 不合理的 但是其實合理的地方就是 澳洲人不就是英國人 不就是白人 嗯 是吧 那種是英國人 智慧是美國人 所以都是黑人爭的了 我們 是啊 是啊 但是在他們的角度就是 現在澳洲的地方 不就是一個白人的地方 不就是別人的地方 是吧 所以 永遠那些人就會歧視你的 因為你是中華帝國那邊的人 是吧 那他們最想做的是什麼呢 我同意你的說法就是 他們都是對於自己原本的地方 是有不滿的 或者有一些不喜歡 總之他們才會去到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國度那裡生活啊 居住啊發展啊 嗯 但是 無論你多有料都好 你都是從頭做起的 是的 但是呢 他們在這裏呢 他們不覺得自己是這裏 地方的人來的 但是譬如我們認為 我們香港人也是澳洲人來的 嗯 那他們就認為自己是壞人來的 嗯 OK 那他們想做的是什麼 你覺得他們想做的是什麼 統治澳洲 啊 你完全進入了他們的思想 完全我已經是瘋了 要知道他們怎麼想 你就要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好像淑珊一樣 是的 要滅魔要先成魔 是的 他們就是要把澳洲變成 一個華人思想的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就是要把澳洲變成華人思想的地方 是 那麼他們呢 就叫做統治了這個地方 或者叫做漢化了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terms呢 你一說你就明白他們為什麼 他們霸了人家的新疆 啊 就要漢化那裏的人 消滅他們的文化 霸了這個西藏 又要漢化了那些人 請好不要聽 你霸了百血國 我們以前 就是廣東廣西這一帶 又要漢化了我們 是吧 這件事不是現在開始的 這件事是很久之前已經是這樣的 你想想我們認識多少 我不知道你認識多不多 我也認識一些 也不少 滿洲族的人 是沒有了個姓的 改了個名字 那個家族其實本來有個姓 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長的 是的很長的 水蛇春的 不認識他 那他們是要改了個姓 變成了漢人 這樣大家不覺得 他是滿洲人才安全 明星我認識幾個的 關之林那些都是 關之林、周凱薇 是的 伯明憲也好像是 滿洲人 這個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他們看過世界 跟我們看的世界很不同 這件事也牽涉到就是說 澳洲人 其實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澳洲其中一個 就算在其他種族 或者整體澳洲裡面 都有一排的說法 就是說 在這個中美國力裡面 澳洲最好走遠一點 不用站得那麼前 是不是 他們兩個鬥就是他們兩個鬥 你們有沒有聽到這些看法 也沒有 就是說譬如 中國怎樣也好 你少出他的聲音 是不是 你不用挑釁他 那些你有沒有聽到這些 說起來好像有 不過不多 有也不多 但是這個也會是一個 至少我看到 在澳洲偏左的人 會是 會是 有這些這樣的看法 嗯 但是他們 就是他們 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世界觀就是澳洲就是澳洲 美國就是美國 中國就是中國 他們有兩個大國在自己角力 就是印太區這樣 那澳洲就不用管的 你們自己打 但是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第一 澳洲和美國其實在同一個 我會叫同一個文明圈裡面 但是都是 大家有 就是大家那個價值觀 去到最底那層 其實都是接近的 或者是相同的 嗯 那麼我們和中華帝國呢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嗯 那麼如果美國 是在維持它在亞太區的 或者印太區的勢力的話 我們是不需要改變我們自己的 嗯 就是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我又不需要 我又有些人在那裡 你喜歡罵 硬份力組也可以 你喜歡說 說特朗普也可以 是吧 你都不知道我在十幾年前 第一次來澳洲的時候 我最震撼的事情 就是看到在City那裡 在Melbourne City那裡 為什麼會有人罵奧巴馬 拿著牌 嗯 那一刻是很震撼的 我不是說示威有問題 原來這裡有人這麼討厭奧巴馬的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主流媒體說到 他們說很英俊啊 又成這樣 那這裡講完了 但是我們是不需要改變我們自己的 嗯 是澳洲人 我們不需要改變我們自己的 但是 但是如果當這個區域 是被中國控制了的話 或者澳洲被中國控制了的話 我們是需要改變我們自己的 嗯 嗯 是吧 就是講話要想一下 喂 你只是那些人說你不要挑釁他 那已經是在自己思想控制自己了 嗯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澳洲人自己本身都要看清楚 喂 不是兩個大國我們站在旁邊 嗯 就是不是這個 那個言論自由都會小心了很多了 是啊 不單止 其他事情譬如 喂 喂 你會不會變成了 就是說我講的 不是說現在會即時有個危險 也可能是很遠很遠 真是說中國統治世界才是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就是說 喂 譬如考試是不是可以公平考試 嗯 是不是 就是我找份工作就是 我就是看你的成績了 就不是看關係了 就不是看成績了 就是走後門 就是好像現在不需要走後門 是不是 嗯 那個世界就變了 是吧 你想想我們以前 香港考公務員 就是考公務員 嗯 是吧 考得到就考得到 嗯 夠分就考不了 嗯 現在真的難說很多了 嗯 現在在一個 在一個 所羅門 群島 都準備插旗 這個都已經是 噩夢的先兆啦 是的 其實是 踩不踩得成 踩得成 他們直接是另外有個 準備了一個 不單是一個國家的 或者叫雙邊的 合作 應該是 報了出來就是說 中共是 在太平洋群島裡面 好像聯絡了十幾個國家 是有一個 整體的安全 合作框架 嗯 就是一個多邊的做法 當然不知道他們最後 是搞成什麼 或者做成什麼 是一個 中共聯合國 其實就是大東話共演圈 就是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這個要看看 新的外長 Penny Wong 他出去看看做得好 做得好不好 希望他又做得好一點 他好像出去了 是不是 他去非製 我不記得 就是談這件事情 是啊 其中一樣 是啊 那要看看他們談得怎麼樣 嗯 但是又沒有事情 就是 那個 正如說 譬如反過來 有人說 喂 工黨 上場 會不會說 對於 你覺得會不會對於 重置 這個reset 這個奧中關係 嗯 那你覺得 機會大不大呢 嘩 這個這麼大的 topic 我想都要 留下一節再說 這麼快下一節 好吧 那下一節再說 是啊 留下一節再說 要不然開了頭 收不到尾 大哥 我本來想說一句 哈哈 哈哈 這樣cover了就算了 好 先休息一休息 回來再插 如果你睡醒起來 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 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 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支爭點 如頭 肩頭 臀部 將承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王多謝 我們剛剛說到 就是說 因為坊間有一個說法 無論在華人界 或者在 甚至在ABC 我也看到有人提出這一點 就是說 這個工黨上場 會不會說 是可以 將這個 澳中的關係 重置 或者改善 李克強 阿強仔 又打來 恭賀阿笨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 或者你的法子 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 打電話來恭賀呢 這些是很公式化的事情 可以說是外交手段 也不是代表他打來 就是代表阿笨是支持他的 他覺得 他現在的狗跑出來了 我們就恭喜一下他 也未必一定的 我們說話 都 一向都是尖酸黑薄得來 都很公平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暫時 沒有實質的證據 都給我們看 說阿笨是乃共的 我本人 就不想重複犯這個錯誤 那時候 拜登上場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蠢的 我知道他沒有記性 我知道他老人痴呆 都離此不遠的 但是 我那時候就說 他說他是共產黨的狗 但是現在 看來他的態度又不是 他剛剛說 如果你沒有力犯台 我們一定力挺 也不是說 我想像之中 那麼乃共 那次就錯了 所以這次就想先看清楚 因為他也剛剛上了陣 一個星期 對嗎? 對 他剛剛上了陣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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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指標是比較上重要的 那些指標未出現 就是未會有 不會有一些特別的改變 其中就是牽涉到去年還是前年 都不記得了 這個武廢搞得我都亂了 就是這個 中國電視館曾經給過 14宗罪 給Morrison 去年 澳洲政府 就說他這樣 這樣這樣 這就是14宗罪 你對我不像 這樣的 那其中包括 其實要改正過來 譬如其中包括華為 他叫做外國干預法等等 譬如這些事情不動 那中國就給你重置 我又不覺得會發生 但這些事情我又不覺得會發生 會不會突然間我禁了華為 華為你來吧 這個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我告訴你 好了我找到資料了 是兩年前 你那14個訴求 是兩年前 2020年 差不多11月左右 你說華為呢 我今天走過Glen Waverley 看到他們在裝修一家 華為的專門店 就算是他也是賣手機 但他手機都好像說 不會裝Google 裝熊蒙還是不知什麼 忘記了 那哪一個人會用呢 如果BANG了華為 他那個流失的市場 都很大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用大陸的手機 為什麼呢 因為他拍照真的很漂亮 先搞清楚 BANG它呢 其實BANG它在那個機件 在那個機件那裡 在機件那裡 你賣手機就賣 但是你的手機晶片是可以的 那你就賣 是不是 但現在這個世界 就封閃你的晶片 是啊 沒錯 這個就是大問題 但是譬如你說 澳洲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例如你華為就給你BANG了 這樣 起碼也有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都沒有做的 那中國又怎麼會退呢 那中國不會退 那澳洲你不退那怎麼辦呢 早兩天阿笨說了一句 他說 你中國 意思就是說你中國 不要那麼牙斬斬 我們才有辦法談 你中國現在什麼都封殺 什麼都BANG 你Leave了那些限制 我們就可以聊天了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 沒有看過 這個 這個要看清楚 是不是他這樣說 但是 但是你說 反過來 就是 譬如 Scott Morrison 甚至乎更甚者 Peter Dutton 這個前國防部長 就是他們那種性格的 說話的方式 硬斑斑的 這一類的 在一些玻璃心的人 的耳朵 就會覺得是挑釁的 這些說話 其實應該 理論上 Penny Wong 和阿笨 這些人 應該會說笑一點的 嗯 但是他那句都很... 如果他本人說的都很強硬 這個有待證實 我有保留 你不取消你的抵制 我們就不用聊天 其實是的 澳洲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難道真的放我們華為進來嗎 難道我真的不再抓你的間諜嗎 對嗎 就是了 你如果真的這樣做 就很擺明你是共產黨的狗 那你就聽死就行了 那到時就有變天的了 你說其實已經一路一路在做 我們好像去年都開始說 譬如那個 防這個外國滲透 外國干預 是 那一步一步在做 抓那些政黨裡面的人 跟著就是 這個 學校裡面 去年出了一個指引 那今年就預期那些學校的 那些大學是需要落實的指引的 那這些是會繼續做的 也都不會縮的 那你遇到你那些有問題的 譬如合作項目就不批這樣 那這些是很正常的 除非你說這些地方 我看到有些很詭異的出現而已 如果不是其實是不會說 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一個大的180度轉變 就是沒有什麼可能 嗯 你說過澳中關係會不會重啟 會不會變回好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現在 現在我也不覺得有多差 就是我不會覺得很差 所有的大學 又是被大陸買通了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不是 Drew也不會被迫害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其實現在是不是很差呢 那改善了會不會很好呢 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就是說 還有在一個很模糊的境界那裡 或者模糊的狀態那裡 是會維持很久的 交注 交注 可能差一點又好一點 可能差一點又好一點 但是那個trend 如果跟回現在的trend 就是美國那個立場這麼清晰 那些東西 又搞這個亞太經濟框架 那些這樣的東西 艾菲力早輪去過來亞洲搞的東西 那譬如我們是一定會跌進去 這些框架這些合作裡面的 那這個跟這個中方的關係 越來越差就肯定了 那問題只是一個很模糊的狀態 就是要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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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一定要有一些很 怎麼說呢 很突破性的事情發生 那才會急劇轉壞 或者急劇轉好 就是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跟那些澳洲人談 就是其實看法很簡單 就是看一下俄羅斯 那你就知道了 嗯 是不是 就是如果不是俄羅斯 真的去打烏克蘭的話 那它就不是一個很模糊的狀態 嗯 又繼續買你的天然氣 又繼續買你的油 又在那裡說你 然後你又搞一下這些東西 又搞一下那些東西 結果就是大家就是保持著很曖昧的關係 你一打烏克蘭的話 就全部都反了 雖然都還沒反到盡了 嗯 就是需要有一些 就是如果沒有這些很 就是我覺得沒有這些很 怎麼說很突破性的 引爆點 是的 引爆點 其實都是 就是 哪個做 哪個黨做 都是多餘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 你鋪多少條道火線 都是沒有用的 你沒有那個引爆點 就永遠都是停在現在的階段 是嗎 是啊 只是多一點少一點 你說要完全脫歐 那有沒有可能 那你就看歐洲 歐盟跟俄羅斯 差不多完全脫歐 嗯 是吧 那樣事情 有什麼要發生 會達到這個效果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那樣事情不發生 其實也是無無故故故的 是不是 就是你不會覺得有太大的 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沒得轉變 沒得轉彎 沒得轉彎 除非他做了些事情 現在我都沒看到他做事 他一開始就去了開會 他其實跟眼睛的組很相似 就是說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很重要 其實很相似的 阿祖也是 就是啊 初初的時候也是周圍說 climate change 嗯 就是那一派的人 有一件事他就比以往的總理 就有一點不同 就是他宣誓做這個總理的時候 是沒有提到上帝 也沒有提到英女王 嗯 這一點是 多值得我們想想的 究竟他是 什麼的居心呢 那個背後 是不是想脫離這個英聯邦呢 沒得脫啦 他可能未必做到 但是如果他的黨繼續執政下去 去維持住他的這份信念呢 那就遲早問題啦 這個問題太過什麼了 太大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要遲些開三節出來 上中下這樣說 是 我們沒有可能在今晚說的 因為我們今晚的時間 都實在是差不多的了 那麼在這裡都奉勸各位了 雖然 在你在香港啊 或者來自哪裡的朋友 都可能會說 哇 小心點啊 澳洲的人啊 每個人都啊 好像那些犯人一樣 吃人啊 會欺負你的亞洲人 唐人的 你會受牽連的 其實受不受牽連呢 想和你們說 受不受牽連呢 是看你的個人行為 如果你的個人行為 是完全可以和他們融入的 那怎麼會 怎麼會無端端走來打你啊 當然是那些串串共瓦瓦瓦瓦瓦的那些 無論你什麼種族你都會死的啦 所以最重要是個人行為 不是你什麼種族 最重要是穿些衣服 以及 醒明自己是香港人 被別人分裂得出 好 你不需要樣子分得到 我們比較帥 沒錯啦 樣子比較漂亮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像蘇玉華那樣的 OK啦 那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 下次再會 再會 好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ok 利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cal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i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Speed of Hong Kong 無名天一起每天 齊拼安 和寂寞 分享這信念 無論你地或隔鎖 總可再見面 規定著決意的理想 奔向飛遲 三一起同行 不顧當一人 齊抵抗暴雨 日起看自由 其後萬世都抹落 榮光能知同行 榮光能知同行 Speed of Hong Kong Speed of Hong Kong